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峰 今天一早我们的运气也是超级好 碰到了那个蓝色的猴子 昨天是黑白猿猴 今天是蓝猴 现在呢我们要出发了 今天上午徒步七公里 下午是十公里 全程十七公里 出发 出发 这是我们的向导 今天也是前面一个向导 后面一个向导 保证我们不会掉队 也不会走太快 来 前 前 哎呦哎呦哎呦哦 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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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被伏没我们跑得快了 破了破了 哎呦我天呐 嗯 我们有些地方是在山上的地方 特别是在山上的地方 我们是在山上的地方 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会看到很多的大树 有的很粗,里面是掏空 是烧掉,焦掉的 刚开始我们以为是被雷击的 但是后来听向导一说它是当地人 当时是取蜂蜜的时候 下面给它慢慢烧,把那些蜂子熏出来 或取这个蜂蜜 但是野外烧东西还要注意防火 前几年的时候,麒麟马达罗也湿过火 就是有游客抽烟头 当时是旱季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继续前进 离开了下面的热带丛林 进入了灌木丛 从灌木丛徒步一段时间 还要继续再往前走一个三公里吧 就到今天中午的休息点 下山,然后再上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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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海拔的上升 攀升难度越来越大 漫长的徒步需要耐心 攀登的过程 有时会显得几分枯燥和无聊 我们今天是要翻越四座高山 这是第三座,马上要上顶了 这个 ok 这个 小哥他是给我背的行李 20公斤 我们背一个小包 走这个沙马 都已经有点累了 他们要背一个包 还要再扛一个包 上面那个绿色的就是我的 然后那个绿色的 是我们其中一个的 这个穿蓝衣服的小哥 不知道是逃到我们谁的行李 看的是很重很重 都给他累坏了 哎呦我可以 ok 毕竟也是他们的工作 起立马扎罗的垂直生态系统 复杂多样 生长着热带温带寒带野生动植物 这座非洲最高峰 既是火山也是雪山 在身后的这座山爬下来之后 后面的路就比较平坦一点 好走很多 因为我是骑行的嘛 每天要骑一个一百公里 七八十公里 体力本身就好一点 像走一天这种路的话 嗯就是累一点 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的海拔已经达到了三千八 身后的云很漂亮 感觉在追赶我们前进 以往连绵不断的山穿 来 继续往前走 现在我就是浑身充满了力量 再爬最后一座山 加油 哇 看到雪山了 奇力马扎罗的雪中写道 生命里应该不只有征服和被征服 更多的时间 人性纠缠在爱与恨当中 有一个爱着的恋人 总会停留在心里 不管走过多少地方 他会像奇力马扎罗的雪一样 不会从你的心中融化 我们面前的这个绿色的房子 就是今天中午我们吃饭休息的一个地方 被云彩挡住的这座山峰 就是非洲的第一座高峰 奇力马扎罗 头五的七公里呢 算是挑战成功 下午还有十公里的路程 我们继续努力 南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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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干嘛 不是保养 保养不了 哎呦 浪费了 坐板上我少走一公里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OK 不得不得 看一下我们中午的食物 空心粉 咖喱鸡肉 然后我们自己带的这个香鸭蛋 还有几个水果 现在一点汤我们都分掉 不能浪费 不然吃不掉了 大厨会不开心的 尝一下这个鸡肉 这个牛膜 这个牛膜 哦 哇 这个牛油蛋啊 这个太好了 本来就是牛油蛋 太好吃了 你没戏吧 但是被我被我处犯了 你别那个油别浪费了 第一种说它是一样 好吃 够了吃咱们都香 香 一切都要吃 都干个 你一切都要吃 都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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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有加拿银肉 都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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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都要吃 这一片 都是 可以 我选 中文字幕 李宗盛